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耀耀的抽6萬大獎 好天氣今天開始要來了 但是你說像夏天那樣子 非常炎熱的好天氣倒不至於 這個星期開始逐漸 轉為秋高氣爽的天氣形態 我們來看看現在外面的氣溫 我們可以看到宜蘭現在只有23度 今天清晨其實宜蘭本來 就是溫度比較低的 一度大概是只有22.4度 那其實你看台北24 然後到台中嘉義其實也 早上的溫度也大概是24度左右 所以其實要提醒大家的是 今天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東北風有沒有聽到 整個風向不太一樣了 夏天吹的是西南風 好 現在入秋之後 開始東北風下來之後 大概從夜間到清晨 就會略有涼意了 有秋天的感受了 所以要提醒比較怕冷的觀眾朋友 要注意一下整個氣溫上面的變化 再來下雨的狀況 我們也要看看溫馨雲圖了 今天還是有 不過跟昨天比起來 今天的雨勢是大大的緩和了 現在整個封面系統 其實你可以看封面已經差不多散掉了 而且它也已經南移到了巴士海峽 所以就台灣本身來講 大概是比較靠近的 包括了東半部地區 還有南部地區 今天可能還會有一些零星 然後偶爾還會有比較大的雨勢之外 中部以北的降雨狀況是明顯的好轉了 大概只剩下一些較為零星的降雨 整體的天氣情況 在中部以北開始要轉為多雲的天氣形態 而且有機會 稍微雲稍微薄一點的時候 還有機會可以透陽光 所以今天下雨的狀況要提醒 還是在南部跟東部 中部以北好一點了 接下來明天開始 封面的影響就結束了 不過從今天開始就已經轉圈東北風了 所以我剛剛提到 目前看起來至少到下個星期一之前 都會是屬於秋高氣爽的天氣形態 就是還是有機會看到陽光 但是高溫的部分 其實已經不會那麼樣的高了 大概頂多是30度到31度左右 跟夏天的時候 動輒35 6度比起來 這接下來的幾天天氣 會是稍微舒適一點點的 不過早晚溫度也就會比較低一些 提醒大家注意 那當然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大家就知道了 鷹封面在哪裡 鷹封面在東部跟北部的山區 從明天開始到下個星期一 這個降雨的情況 比較集中在北部的山區 跟東半部地區這個鷹封面 那中南部地區 大概就恢復到比較穩定 炎熱的天氣形態了 就是午後雨的一個情況 那至於今天 各地詳細的天氣預測 趕快一起來看看 首先今天在北部地區 你可以看到其實高溫的部分 跟昨天比起來 大概略為上升了一度 不過降雨機率明顯的下降了 只剩下10%到20% 大概比較集中在山區 中部地區也是相對是 穩定的天氣形態 高溫大概30度左右 那降雨機率也只剩下20%了 不過南部地區的降雨機率還是有 你看屏東有50% 高溫的部分還是高 所以南部地區是有點 比較濕熱的狀況 東南部地區今天平均來講 都是30%的降雨機率 高溫的部分是29 30度左右 天氣也逐漸在回穩了 不過東部地區還是比較容易 出現下雨的狀況 特別是早晚 提醒東部地區觀眾注意 外島三個地方 你看馬祖金門通通都已經 這個降雨機率都降下來了 但是馬祖因為比較北邊 注意高溫大概只有27度 是稍微比較偏低一些些的 最後兩個整理的天氣重點 帶大家一起來看到 首先還是降雨的部分 南部東部地區今天是封面 還是比較靠近的兩個區域 所以帶給雨去備用吧 因為其實現在在南部地區 還是有一點飄雨的狀況 不要把自己淋濕了 那當然還有就是溫度 那入秋之後 其實就是要提醒大家溫度的變化 馬上來看到的是東北部 這個北部包含的是中部以北 在夜裡頭到清晨階段時間 大概只剩下22、23度 不能說是很冷 但確實跟前一陣子比起來是偏涼的 所以老人家、小朋友 或是真的怕冷的觀眾朋友 就要注意氣溫的變化了 以上就是這一節最新的天氣狀況